好,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四段 整个第四段就是那个长句子描述一下 为什么浪移动的时候,水却几乎原地打转转不动 咱们来看比较复杂的第四段,整个是一个大句子 请看屏幕,他说了 An ocean wave passing through deep water causes a particle on the surface to move in a roughly circular orbit Drawing the particle first towards the advancing wave then up into the wave, then forward with it and then as the wave leaves the particles behind back to its starting point again 这个是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事儿 咱们看它怎么把它描述行 就是一个海浪,什么海浪? passing through deep water 这是飞味动词当后制定语来 就是通过深水的这么一个海浪 从深水的经过的一个海浪 然后逐一结束 位是causes,使得怎么样呢? 一个particle就微粒了 咱们一会讲这个词微粒 使这个微粒,什么微粒? On the surface,是后制定语,水面上的一个微粒 怎么样呢? to move, caus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使某某某某去做某事 这个to do是跟cause搭配的 使这个水面上的微粒在移动 怎么移动? in a roughly circular orbit 这是一个方式壮语 用一个大致上圆形的轨道 在圆形的轨道这么去运动 去运动 然后呢,这个后面它进一步来说 后面这drawing一直到锯末 是个伴随壮语 这是怎么个移动法呢? 它说这个伴随的动作就是drawing 就是牵着,带着,拉着 牵引着这个particle,这个微粒怎么样? 然后后面加了一大堆壮语了 第一个是朝向了前进的浪在移动 这个微粒它有海浪在前进吗? 朝向这个浪在移动 然后呢,往上走一直进入到浪花里面去 这个就像一个像水分子一样呢 先跟着浪走,进到双花 往上走,进浪花里面去了 然后呢,forward with it 然后往前,随着浪花往前运动 然后画的圆满上来上来上来往前运动 然后and then,然后怎么样呢? As the wave leaves the particles behind 这两个波动号中间插入雨 随着这个波浪把这些微粒都留在后面了 波浪在前进,微粒没有前进 留在后面怎么样呢? 又退回到了它开始的点 这微粒基本在画了一个圈 先跟着浪走,上来进入浪 往前走,往前走 浪走了,它回来了 又在画圈,一圈,一圈,一圈 在运动 所以从圆形的这么个轨迹在运动 这个我们先看看这个particle的意思 particle是可数名词 a very small piece of something 某个东西的微粒,特别特别小的微粒 一般微粒是不可数的 像盐,沙子,不可数的 但是particle表示具体的这个微粒是可数名词 注意这个可数名词,看一些例子 dust particles,灰尘的微粒 tiny particles of soil,土壤的非常微小的微粒 还有表示物理的基本粒子也用它 the particle 那么是怎么一个运动法 咱们通过一些图来看一看 这么说太抽象 通过图来看一看 这是一个大致的图片 你看,上面是wave motion 浪花在前进 红色箭头浪在往前进 但浪是一个能量在前进 但水分子本身没有动 你看了吗 越是在水面上 这水分子运动的轨迹越大 到了这个平面以下 它浪的根部了 这wave base浪根的地方 再一下水分子静止不动了 就上面再移动 越靠水面运动越大 你发现了吗 在画圆圈 在画圆圈 在下面圈小一点 越下圈越小 到这个地方 水分子基本就不动了 你看先是 你看这个地方 随着浪 跟着浪走 上来进到浪花里面去 然后往前走 往前走 然后浪在前进 这微粒回来了 你看在画圈 一直在画圈 在画圈 就像一个水分子一样 水没有动 如果水跟着浪动的话 那处处海啸了 下面的微粒也在画圈 圈小一些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到最后 这个圈都没了 都不动了 就这么一个 如果这个还看不太清 李老师和费勒班辰进 在美国大学网站 找了一个波浪前进时 粒子基本的动态图 咱们来看看 它是怎么运动的 我们看到 这是波浪在前进 对吧 看似是波浪在前进 但是这个微粒 它本身没有动 我们看水面上 微粒运动的是最大的 对吧 这粒子原来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波浪带着它 随着波浪走 然后进入波浪顶端 到了浪尖 然后往前走 往前走 浪前进 这微粒没有前进 回来了 回来了 回到出发点 又开始了 跟着浪一块上去 上去上去上去 到了浪封了 然后往前走 往前走 浪在前进 往前走 带着别的微粒走 这个微粒又回来了 你看 是在不停地划圈 不停划圈 下面这个微粒 离它远一点 离大海 更深处的微粒 也在划圈 这圈就小很多了 越到下面越小 你看发现 到下面这些微粒 在最底下的微粒 几乎不动了 所以这是解释性了 为什么 波在动 但水没有动 但体还是水 水分子在原地划圈 波能量在前进 水没有动 如果水跟着波在动的话 那大海整个岸边的人 都被淹没了 这么一个 这是大致的图 这是整个第四段 我们结合这个图来看 可能把英语的意思 理解得更深刻了 整个第四段描述了 为什么浪在动 但水没有动 水本 原地基本在打转转 它没有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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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